欢迎回来 中国道路广东省最近检验出人类感染H5N6禽流感个案 这位58岁的男性患者目前病情危急 而这全球两起人类感染H5N6的个案都是出现在中国 由于中国道路在入秋之后 再一次出现H7N9禽流感的人类病例 现在又出现H5N6禽流感 台湾疾管署密切注意 并且把广东省旅游疫情等级列为第二级警示